想一想我们从小到现在 我们放弃过多少东西 放弃了我们轻松了 不要了 我们心里安定了 我们还想着 我们就放不下 所以能够适时的放下 用这种智慧 让你更加清醒的 会审视自身内在的潜力 你放下之后 你内心会有力量 你能够对待外界的因素 举个简单例子 大家都在争这个职位 你说我没关系 我不争 当你不争的时候 你有一种力量 因为你不跟别人争了 你不会难过 你不会恐惧 你不会感觉到别人 在给你制造更多的障碍 或者别人在嫉妒你 你这样你就放下了 你放下之后 你随缘了 心无挂碍 那你对待外面的 外环境的因素 你也能够 非常自然的 得到 心里的平安 所以有的时候 会让你疲惫的身心 得到 瞬间的调整 成为一个 快乐 明智的人 所以很多人 离开了 烦恼 他就变成明智 有些人 在烦恼当中 出不来 他永远就是 不明智 所以我们 有的时候 盲目的 坚持 这些 不理智的放弃 明明 应该放弃的东西 我们不理智 我们不能放弃它 天天苦恼难受 我们苦苦的挽留 昔日的 人和事情 你是个傻人 过去的人走了 就没了 过去曾经是你拥有的物品 过了 不是你的了 一切 都会过去 就像你今天 如果有一辆汽车 你作为二手车 你把它卖了 当你在马路上 看见别人 开着这辆车的时候 你还会去留恋它吧 这是我的车呀 卖了就卖了 没了就没了 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如果久久的伤感 自己过去 曾经 拥有的美好时光 和自己曾经拥有的人 和事物 那是一个蠢人 所以于此 就是这么来的 这整天 在你们面前 在你们面前还说 我过去怎么好 我过去怎么好 他还放不下的人 他讲了之后 还要掉眼泪 讲了之后 他还不舍得 那么这些人 实际上叫做 舍不得放弃的人 舍不得放弃的人 给他增加的 只有伤感 往往他会失去 更多的珍贵的现在 所以随缘 就是给自己 最好的一个机会 我今天无所谓 我随缘了 你就有机会了 可以学会放弃 那是一种智慧 学会放弃的人 才可以获得 更多的成功 sa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